再来,华丽县政府所属单位11月份升级典礼1号是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 而这一次环保志工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获得特优奖 112年全民防卫动员即灾害防救演习 军民联合防空演习基优献奖 因此县长许正卫是亲自的来表扬感谢大家努力的成果 华丽县政府所属单位122年度11月份的升级典礼当中 华丽县荣获12年环保志工义工群英会全国特优奖 以及112年全民防卫动员及灾害防救灾演习及居民联合防空演习 基优献奖,现在许正伟也亲自表扬 迎来了明年在花莲举办全国的环保志工大赛 所以明年我们就会为一个集结的一道花莲班来写养花莲的美好 谢谢我们在无论是军方、民间、乡镇工所 以及花莲县政府多方的合作 让我们的万安演习或是民安的实际 这个演练以及我们兵棋推演 这是唯一一个县市三项全拿都是假等 假等就是最优了 没有假上没有优等就是假等 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是给我们自己掌声一下 所以这次为什么要告诉其实所有的我们花莲县政府的团队 以及所有的乡亲 这一块土地的成长的浊壮的进步的发展 因为有你、有我、有大家 一起共同的努力 现在许多表示 花莲好山好水更需要环保的职工 环保一共五四的复苏和维护 让花莲更加美丽 另外全民防救灾 以及居民一条心共同做好救灾的演习 守护花莲保障人民的生命产生安全 共同营造幸福快乐的城市 记得继续还吃不到